新闻聯播,首先要民環節 我想近幾天都不能離開,要民環節都跟七日回歸有關 最重要是習近平訪港,不是七日回歸 如果習近平不訪港,七日回歸是沒那麼大事的 沒問題比帝軍訪港,事不宜遲說一下有什麼佈置 國家主義習近平出席香港回歸25周年慶祝活動 雖然未知會否親身出席 現在還未確認嗎? 未確認,媒體報道是有這一句 基本上很多媒體報道都會有說 雖然未知會否親身出席 情況是這樣 有人的分析就是說 因為蕭若元末未必出席,所以可能是你一強 蕭先生可信度都高 就這樣說完 對呀 對呀 不知道他能否登上直達天廳 對,沒錯 不過港本已經嚴陣以待保安和防疫工作 昨天最新消息是警方已經宣佈一系列的保安 包括今天早上 基本上灣仔北的主要道路都已經封了 另外明天會展覽都會封了 同時全香港都會進行一個小型禁飛 即是說全港範圍的天空都不可以有小型無人機起飛 其實無人機本身應該會受到監管 現在很多很麻煩 即使不是習近平來說 即是現在的監管還是太少 即是飛得很高的 即是不要計算小朋友玩 那些什麼 其實無人機應該要有一定的類似法牌制度 或者控制 現在有的,現在要考牌了 現在要考牌了 現在要考牌了 還有另一個監視員看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不會在中午的時候飛 因為監視員在中午的時候 張開眼睛在上面看,看不到 即是什麼時候飛 什麼時候飛都可以 但是你會令到那個監視員很辛苦 好的,好 我現在很落後 好幸好有你,否則可以掛 那些東西太過勾 當然,在這個戒嚴期間 或者安保行動進行期間 飛行服務隊都會派出直升機 但是最新消息 雖然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來 但是最新消息就是 如果國家主席來的話 他就會聯同主席夫人 6月30日就會坐高鐵 來到香港 出席完晚宴之後 先回到深圳 林鄭月娥請吃吃晚飯了嗎 即是 那一定要的 是,OK 即是馬上再來 那個是林鄭月娥晚宴 那個好處好出名 那個林鄭月娥晚宴 總之禮賓府搞她晚宴都出名 但是不知道合不合吃 不過他們兩位會分開各有行程 主席就會去港道 而夫人、彭麗媛女士 就會在西九一大 去戲谷中心參觀 彭麗媛也是一個聲樂家 是的 記不記得習近平和她見面的時候 第一句話說什麼 我不知道 在大陸大肆宣傳的鼻 OK 就是聲樂有究竟有幾種唱法 聲樂有究竟有幾種唱法 人們覺得習近平問這句話 就非常有品味 有品味 明白嗎 所以就被別人作為一個文宣的說法 至於 你講完這句話 先提上兩件事 第一件事 你那個孫中山 是否錄得太慢 還是你的問題 還是常公子問題呢 哦 那 每一個問題出現 都有很多成因 是的 可以不可以 什麼呢 時間這些事 就各自遷就 有時候我不行 有時候常公子不行 大家互相無效 不過現在應該會進度 會加快 有些人說 本來其實我 我本來是 不太關心這件事 但問題是 有人說 如果收費網站 如果沒有這個 他就不看 所以 於是 唯有 就和你提起這件事 可以嗎 是的 那些人退 如果退了 你就知道 我們是 錢排第一 所以 這個就是 非常之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 特建初 我之前說 因為宣傳太多 所以我沒有辦法 能夠不宣傳 但因為他現在 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台署 為我們帶來太多的收入 所以我沒有辦法 他叫我宣傳 我沒有辦法 不繼續宣傳 他說 2669賺了錢 走了 多謝初哥 初哥 幾個人 有幾個人 總而言之 有幾個人的名字 不要說 一個人名 吃了八個毛一 八個毛一 八個毛一 八個毛二 我想大概是 有四五個人 因為群組無法騙 四五個人 又有2669賺了烏浪 但其實我不是很想說 這件事 但因為現在 所說的 就是他不停叫我幫他宣傳 而由於他為公司帶來的 所以我們不是很大 但我們是很小的公司 我們是蚊營 即是說來的數字 說出來會笑死人 但問題是 我們是蚊營公司 對他來說 已經是我們的台署 實際上沒有辦法 他叫我宣傳 我唯有幫他宣傳 大家看群組也知道 有很多人 因為初哥的貼士賺了很多錢 你是不是在群組? 我不是在群組 你不是在群組嗎? 是嗎? 廣告一定是這樣說 是嗎? 我是在群組 但我不是經常看 但你也沒辦法騙 那些人真的賺了錢 我們不會做出妹妹 做不到妹妹 至於宣民 我相信 只要涉及錢 本公司的工作速度 應該會上升 我們看到錢 發光 各位觀眾 不需要太擔心 我講這個話 有些人我開車 旁邊的那個人 爬了頭 接著 伸在手上 我說不要搞 閃了那麼久 伸在手上 我伸在手上 不知你做什麼 我都不是開得很慢 都是80 80的東西 走75 你不用這樣說 那什麼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就說我沒有開椅 沒有開椅 所以 就做這個動作 當然 保安除了被動防守 就是通路 或者貼身保衛之外 也有主用防衛 社民連近日 在Facebook發出聲明 7日當日 不會有示威活動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28日 社民連部分 義工和 和社民連有關的相關人士 被國安警察約談 所以民建聯 經過這個形勢評估之後 就不會做示威活動 社民連是民建聯 社民連 是 另外 就是 有記者關注到 如果市民在警方 或定保安區裏面 穿黑衣戴黃口罩 會不會遭到折查 警方指揮官就說 其實很難一概而論 穿什麼衣服會引起注意 但是就是說 如果在保安區裏面 穿一些特別的服飾 那就考慮當時的情況 為什麼會和其他人不同的服飾呢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意圖呢 警方呢 警員就會向他做了調查 了解意圖 和經過 和是否想做一些示威活動 如果是示威活動的話 就會協助他 帶他進行公眾活動區 但不會留在保安區 或者是穿黑衣服 會有很大的可能 會被警方截查 情況就是這樣 是 我有一個 這些截查 我有兩件事要說的 第一件事就是 等於你穿黑衣和黃口罩 就等於 其實人們說在美國 譬如有一些 如果你是一個伊斯蘭教徒 即是一個東東過來的人 然後你去入境 和你是一個日本人入境 那你搜查的機會率 應該高一些人低 是不是應該一事同仁呢 看他是否是人 伊斯蘭或者之類的 那些已經不是什麼 OK 我指的意思就是 在你拜 你外貌 和你表面上的證供 去做一個篩選 那件事本身是不公平的 但這件事是非常有效的 你看到你 你樣子衰衰 不斷查你 為何美女就不查呢 美女的反應機會是低一點 因為美女可以有別的方法賺錢 可以有別的方法賺錢 對不對 對不對 一路的人都是在說選擇性執法 或者一些discrimination的事情 但那些discrimination 其實本身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篩選制度 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第一眼就是篩選出這個可能性 那些人經常說 如果我們作出一個篩選 那個篩選是要隨機抽養的 那個有效性 那個省的成本 是比不上 但對某種人種 是有歧視式的篩選 OK 所以你要記住那個公不公平 究竟我們是需要的公平 還是需要的efficient 一個效率呢 我們對於看見黃口罩黑衣 喂 你說 我其實看到黃口罩黑衣 然後第二個就說黃口罩黑衣問題 這個時候你這樣說黃口罩黑衣 那你不用說 不是循環問題 立即帶回你的差館 問一下 你借你借先 對不對 根本上你 不要說在街上截查 是 你只是在街上走 你也沒有 我應該可以 不要嘟嘔嘟臉 不然你幾十個截查 然後一大群人 難道你一大群人 三十個走出來 就走過來 然後逐個截查你 坐在那裡浪費 就當你是 一致行動行事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我想以往 反對派組織 受到警方約談 這個事宜都不少 就算是 之前說的 民陣 其實每一次示威活動之前 都會跟警方說數 哪一方面都是約談 只不過今年 因為是國安警察約談 大家當作新聞 是 我相信是 這個 我相信這個 那個叫做 社民連都不敢動了吧 有場後面的社民連都被拘捕了 長毛進去坐了沒有 好像出回來 是好像 我記得 我看看長毛出回來 出回來沒有 是 看長毛出回來的期間 我們都可以看看 最近這個 香港入境內地的安排 因為國務院的聯防聯控機構 發布文件 調整物質接觸者 和入境人員的隔離管控時間 由本身的21日 即是14加7 調整到10日即是7加3 引起廣泛的關注 這個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 對此 也有報紙 打電話去深圳問 其實深圳自己本身 還沒有更新 如果市民有需要經深圳入境 就要留意深圳發布 但是 這個7加3這個說法 頗受鼓舞 也有很多人說 如果7加3的話 無疑就有利於 港商回內地處理事務 也令人聯想到 之前 中聯辦約談幾個外國商會 以及習主席訪問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大禮包 大家就猜是否可以通關 我猜這個大禮包 不是因為習近平所說的 而是因為李家超當選 大家也要做一做勢 否則會很弱 好無疑 李家超一定是弱過 能力方面也弱過 林鄭月娥 所以 整件事 只不過因為 有一道愛力去支持他 大家覺得他會坐得穩陣 所以大家都覺得 大家會為他製造一些民望 以民望來說 他應該是林鄭月娥 曾蔭權 甚至是梁振英相比 李家超 沒有超人米粉 梁振英也有糧粉 林鄭月娥也有燒鵝奶粉 林鄭月娥也有燒鵝奶粉 所以 應該就是 他會一直幫助李家超 希望做一些有效的政策 但李家超厲害 令到他有效施政 所以十天 以往21天 十天 至少省了一半的時間 其實也很慘 十天也很慘 十天也很難頂 不過後面三天就是 去到目的地 進行點對點隔離 應該會好一點點 講完這些之後 看看內地的消息 中共二十大年底舉行 所以網信辦最近發佈 互聯網用戶 帳戶訊息管理規定 自8月1日起 中國境內各個網絡平台的人 必須對用戶進行真實身份確認 即使你實名上網實名登記 任何帳戶都要實名登記 以及提供真實信息身份 令到網信辦 可以有需要的時候 查閱所有用戶的資訊 另外就是 公佈IP地址 實施公眾行為監督 對簽網信辦 就是說 因為 互聯網長 其實處於一個混亂的水平 有些用戶通過註冊 以及用這個假帳號 偏造假身份 或者是假職業訊息 傳播一些假資訊 從事招搖撞騙 實施網絡部 等等違法行為 又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所以 損害其他組織和公眾的合法權益 所以就要規定個人用戶註冊 就要有真實的資料相應 跟之前的消息比出來 相對來說很寬鬆 因為之前甚至就是說 每一張 都要做一個簡單的審視 現在就是 只是審視個人 就不審視他所說的 相對來說 工作量也比較少 但是應該會實行 互聯網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是要有實名登記 因為如果不是之後 那些東西就太過亂來 太過亂來 雖然實名登記 都可以有網軍 或者灌水之類的狀況 就有一些專業的網軍 但問題就是 我認為互聯網 我也是這樣說 其實連登已經接近實名登記 連登沒有實名登記 很難登記 它一定要有什麼IP 例如網絡的IP 例如有線寬頻 或者你用什麼IP 那些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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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登好像很嚴重 因為我有朋友說 登記不到連登 他有沒有學校帳號 因為公司帳號是不行的 是嗎 所以連登也是穿得很厲害的 那我現在就 第一次介紹的對象就是 龐麗媛第一次介紹的對象就是 龐麗媛第一次介紹的對象就是 檳萊市廈門副市長 這位歌唱家 但是龐麗媛就不輕易追求能夠 不追求輕易就能夠獲得浪漫 而往常一度拒絕了 而且不願意分後兩地分居 當聽朋友說到現在這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小伙子 就同意見一見 見面之前 彭麗媛刻意準備了一下 故意穿了一條肥大的軍褲 假裝醜 然後習近平穿得很樸素 而且一開口就吸引了這個歌唱家 他問聲樂分幾種唱法 彭麗媛後來回憶這次一見忠誠說 我當時心裡一動 這不是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嗎? 理想的丈夫嗎? 多年以後習主席也承認 和你相見不到四十分鐘 就認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OK 這是官方說法 你記住 聲樂分幾種唱法 這句話 上網實名制就是這樣 好 還有沒有其他關鍵嗎? 沒有 上網實名制沒有 因為實際上如果不是太多網上的 所以實際上是有一定的效用 實際上是有一定的效用 就是效力的 正如剛才我們也說了那個 你說 不是我說 無人機啊 漸漸 所有的東西 當你出現久了 大家就開始怎麼規管 正如以前的時候 在報紙初初出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規管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1830年和1848年的不停發生革命 跟報紙出現是很大的關係 就是之前奉勃 出現出現了很久 但是在這一段時間就開始奉勃 大家的城市出現 城市公園出現 大家各個看報紙 看完報紙之後就暴亂 後來才立刻報案審查 大家才發現什麼 其實都是相同的 然後在電視機上 大家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時候 大家就在電視機上 就是用電視機暴亂 用電視機做革命 那些東西 搶到電視台就做革命 那些東西 大家漸漸就懂得怎麼防備 現在的人就學防備 一些推特 防備一些Telegram 那些東西 隨著這個網絡 越來越多東西看 越自由 相對規管也越來越多 這樣才合理 否則的話 就會出現很多 不同甚至的事端 另外就是 各位觀眾記得 要培養好自己的音樂品德 操藝 和對藝術的欣賞 說不定都可以遇到一見忠情的人 那今天呢 這個新聞聯播暫時到這裡 謝謝大家 請問到這裡 我們一起分享 到這裡 這麼多的影片 要請多指定 在這裡 我發現